我們看看這個題目 平面上有一扇形 其面積之值為周長之值的1 2倍 那忽略兩者的單位 且其半徑為4公分 求此扇形的弧長、周長和面積 那首先 這扇形的面積 A就是等於1 2分之1 乘以R平方再乘以θ 那乙之在半徑R是等於4 單位是公分 那麼周長 周長我們假設是這個大L 那麼這是弧長 也就是R乘以θ去加上2R 所以呢我們把R提出去 這是R乘以θ加2 那題目說 面積之值為周長之值的1 2分之1倍 那麼也就是周長之值是面積之值的2倍 因此呢 這R乘以θ加2 這是等於2乘以A 也就是乘以1 2分之1R平方θ 所以呢這2約掉 那等號兩邊 我們約掉一個R 所以呢這θ加2 就等於R乘以θ 那麼R是4 所以呢我們帶進來 這是4θ 因此3θ是等於2 那麼算出 這θ是等於3分之2 再加上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所以呢 弧長 我們假設這是小L 那麼這是等於R乘以θ 所以呢 這是4 去乘以3分之2 那麼這是等於3分之8 那麼單位是公分 好 周長 這是大L 這是等於 弧長 我們已經算出是3分之8 再加上 這半徑的2倍 所以呢 2乘以4 這是8 好 所以呢 這是等於3分之8 加上 8就是3分之24 所以呢 這相加結果 這是等於3分之32 那麼單位是公分 最後我們算 這扇形的面積 好 那扇形面積A 這是等於2分之1 乘以R平方 再乘以θ 所以呢 這是等於2分之1 乘以R平方 也就是4的平方 這是16 那麼再乘以θ θ是3分之2 好 所以呢 這個2跟這個2 約掉 那麼就是16乘以3分之1 答案呢 是3分之16 那單位是平方公分 這個答案 是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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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分之1